一笔财尽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混操圣券节目 那大盘指数目前为止还是金金涨的格局 那投资人还是要站在所谓的买方 那到底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一笔老师这边郑重呼吁一下 你可能要去寻找的是低档区目前为止落转强的 基本面好的股票 那它就有机会会成为下一波的一个主流 你绝对不是说现在去做出个追高的动作 因为你目前为止 你如果说去做出个追高的动作 我相信万点你已经看到了 万点你已经看到了 肋股的部分是属于一个轮动 所以说你目前为止你选择的方向只有一个 落转强后面会大涨的股票 这就是一名老师要呼吁一下我们投资人 你在选股的逻辑的部分 你要注意到落转强的讯号产生了第一个 第二个位阶要够低 第三个筹码面谁在买 三大法人在买 中石户在买 大户在买的股票 这个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好 那看到电脑荧幕 来 今天大盘开出来盘叫两点高 两点高上涨了15点 多帮格局它并没有改变 只要是上升轨道的股票 内股轮动都会产生个轮动轮涨的格局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操作 你还是要站在所谓的买方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到一档股票 它叫308的联雅 来 308的联雅从这边开始算 对家开始算 算到现在起到最关键 对家开始算 上涨了多少 60%以上 你如果说你把套牢的资金 跟上一秒之脚步 你买在这个起涨点 你买在这个起涨点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相信 你输的钱都应该回来了 你输的钱都应该回来了 那后面会被大涨 后面会被大涨 怎么看 来 今天的消息告诉你 它的订单又开始爆增了 联雅的订单 从所谓的第二季 季末到第三季 它的订单 订单开始爆增了 下半年 有机会会更好 你把这篇报道 仔细的看一下 你把这个产业 基本面的消息 仔细看一下 然后去做出个比较 我事先 有没有先预告 联雅的营运 逐渐成长的机会非常大 因为数据中心 需求是旺盛的 会带动所谓的出货 联雅的出货旺盛 营收 它是积极高 它积极高 这个产业 你要注意 光线网路 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是现在 目前为止 全球最大的光通讯产业的一个需求 联雅 联雅 来 导播拉近 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个产品叫10G的 PON产品已经取得认证了 认证 法人看不看好 法人持续看好 法人看好的股票 电脑荧幕跟你讲了 来 电脑荧幕跟你讲了 非常清楚了 这个叫法人看好的股票 法人真的看好吗 来 再看一次 法人看得好不好 非常好 从这边开始算 去多少 60% 法人看好 来 导播再拉近 这叫自动驾驶 这个题材你懂吗 以后的汽车 都会装这个系统 叫自驾车 五年内之内 五年之内 可能会成为主流 那你看到308A联雅的位阶 高阶还是低阶 你自己比较一下 这边要高阶 这边要低阶 这边要紧线 紧线的位置突破了 突破了 该怎么戳 该怎么操作 这才是重点 一鸣老师有没有事先讲 来 有属性跟你说吗 你看到这张图卡的时候 你好像说老师要涨完了 他可能是跌升以后的反弹 他可能跌太多了 所以说他要谈一下 我跟你讲什么 通信网路 自驾车 我就先领先市场跟你讲了 通信网路是旧题材 自驾车是新题材 加上什么 中国大陆的一个商机 一加一大于二 一加一大于二 他所配发的现金股利 除完全息之后 有没有填全息 有 那你可以告诉一鸣老师 你看到了这张股票 你敢不敢买 来 你敢不敢买 你敢不敢买 我问你 我常常拿这两张图卡 给你做比较 这边就涨34% 我画这张图的时候 已经上涨了63% 这个63%剪掉好了 你还有接近两根的涨停板 那如果说你是从低档去布局的 你能不能够从头吃到尾 从头吃到尾 从这一张图卡 吃到我们这张图卡 可以吧 来 再让你看仔细一点 你可以买在这个地方 一路怎么样 从34%再换到这张图卡 老师啊 创新高 创新高股票 你应该不会赔钱啊 没有错吧 你说老师啊 创新高股票我还赔钱 不可能嘛 除非你真的哦 就是买在最高点 可能吗 不可能啊 3080联雅注意哦 我们简讯里面有没有告诉你 你每天看节目的绝对不是看第一天 你每天看节目的 老师都跟你讲 你看准了以后再出手一档好的股票 你每天看节目的 老师还是要跟你讲筹码面 这个叫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外支做什么动作 你的均线 月线 周线月线 你的均线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创新高 有人常常看到股票创新高哦 老师啊 创新高了 我好怕 我好怕 创新高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再创波段新高 来 你是站在这边吗 还是站在这边 应该都是站在这边啊 不可能是 对不对 站在这里嘛 跟上脚步的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 一个也不能多 一个也不能少 跟上脚步的 就在这个位置去 牢牢地站在一名老师这边 操作讲证据哦 操作讲证据 简讯为什么要保密 老师啊 简讯为什么要保密 保护我的会员 但是我的会员一定都知道 这种简讯 这种简讯嘛 你一定都知道 你的简讯 跟一名老师在节目里面秀的 应该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我希望这种简讯 能够帮助各位 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我希望这种简讯 能够帮助到 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你都能够借由 这种简讯里面 买进或卖出的讯号 你能够杂杂实实的 把10万 20万 30万 40万 50万 按照你资金的一个大小 把它完完全全的放在口袋里面 后面的操作 牵扯到主力心态 跟所谓的投资人的一个心态 也就是低档区的股票 它不敢买 当股价持续上涨的时候 它可能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是我们的决定告诉投资朋友们 你从这个地方开始起涨 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涨60% 60% 后面的操作 老师有提醒你 主力心态跟投资人的心态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非常了解通车 跟上义民老师的脚步 当时候在低档区 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 在这 在这个地方 找对买点非常重要 不是每一档股票 你都能够赚得到钱 找对买点 有没有跟上疫苗这个脚步 有 那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那投资人不敢买股票 心里面因素影响到操作 要买什么样的股票 后面会大涨 这是一鸣老师现在要跟你讲的 标马股 你要买标马股 你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预约 一鸣老师开放让你来预约 你要来做一个预约的动作 我们标马股 我们标马股会立即的让你来预约 所有的标马股都是属于一个高档修正结束 高档修正结束 低档爆量承接量产生 底型完整三个月左右 均线已经开始上扬了 来 倒拨拉近 这个地方一定有红K棒 这个地方一定有红K棒 红K棒做突破带量上攻 这是我们看到的关键性的一个讯号 这样股票基本面好 技术面在低档区 筹码面法人站在买方 那当然我们会推出一个投资组合 这个投资组合我希望能够帮助到 全国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进行所谓的反败为胜的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需要你来做出个参与 这个任务需要怎么样 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低档区的股票买下去你不用怕 低档区买下去的股票 你就等着 等着它往上喷出去 但是我希望各位做出一个 所谓的波段的操作 来 我们推出来六月之星 六月之星 的的确确的可以帮助各位 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那这份资料里面有三档资料 一二三 我把尾数都写在这边 我希望以后拿出来跟你验证 这个地方都有买价 都有所谓的卖价 筹码面绝对是怎么样 中石户 包含三大法人站在买方的 所以你看到六月之星 业绩题材未接 包含筹码面 能够让各位反败为胜 这边有三档股票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索取以外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预约 我们的六月之星 我们现在就开始拨打你的电话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战网 变大头部 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增幅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言与功募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夕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作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义友 对您的股质股交线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求死有恩来 额排气密床 互费 导致 编沫 杂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买什么样的股票可以赚钱 买低档区的 我已经示范过了 低档区转强的股票可以赚到钱 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3081联雅的低档区的一个位置区 这个位置区就能够帮助你反败为胜 第二次在5月23号 5月23号 一样产生了低档区的所谓的导型反转 你从这张字卡开始看 持续地跟我们来验证 验证的同时你不见得赚得到钱 目前为止已经上涨了60% 我说好的股票有机会涨五成 有机会涨一倍 现在的操作你要注意 不是你看到股票你就会赚钱 我先讲 位阶 形态 包含量跟所谓的阻力的一个心态 注意啦 这档股票 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你讲呢 这一天啊 这个地方能不能买啊 我希望你能够做出一个波段操作啦 第一档区的股票为什么可以买 来 注意了 可乘 第一档区出现所谓的爆料 这叫停损量 都停损光了 后面有没有大涨 有 第一档区出现所谓的头肩底的形态 三线翻红 后面有没有大涨 有大涨 原物料的龙层 潜伏底层形啊 后面有没有大涨 有啦 GIS 你还在看的时候啊 我们已经怎么样 大赚一波啦 康普在内 老师 涨38太少了 对 涨五成涨一倍 涨五成涨一倍 老师 第一清涨65%太少了 对 涨了快200% 涨了快200% 金居也是一样 老师 涨五成了超过了 有没有长到一倍 有啦 环球精 老师你不要再说这支了啦 这支了最可惜 最可惜 你回答一下 一鸣老师 来 老婆拉近好了 来 这个数字应该看得懂吧 小学三年级的都会念 这个钞票就放在这边 钞票就放在这边 你为什么不来拿 你为什么不来拿 好 那我今天讲一档新的股票 好 来 8044的王家 来 今天还没有涨啦 涨的不多啦 两块五 你认为它在高档区 还在低档区 老师 跟刚刚那个 涨一拍的联雅很像 对 联雅也是在这个位置区啦 没错 8044的王家 老师还没超过锦线 对 你们都很厉害 这个地方出现什么 这个筹码叫什么 讲义教材都有写喔 回去翻一翻 这个叫停损量 高档区买的 全部停损啦 停损以后怎么样 目前为止还在低档区嘛 8044的王家 产业喔 来 看到这篇报道 来 这篇报道里面跟你讲什么 你不要去看里面的内容 都不用看 你只要注意到什么 你现在如果说 你去线上点餐啦 线上点餐啦 你去付款啦 你拿钱给人啦 甚至你去拿这个餐点 你都不用等了 为什么 因为网家在做PA的钱包 这个商机目前为止啊 这个市场有多大你知道吗 这个市场有多大你知道吗 那股价 来 看股价好了 你买在上面的比较安全 还是买在下面的比较安全 你认为呢 你认为呢 还没有涨喔 我先讲喔 现在还没涨喔 股价在低档区喔 不是在高档区喔 就跟那时候我跟你讲的 朔和一样啦 来 现在朔和现在是这样子喔 240块钱涨 涨到这波的糕点 300块 60块 你当他把 拉大嘛 你这样子看好像是比较多啦 我知道你赚钱 我知道 我知道啦 我要问你一件事情啦 股价在低阶还是在高阶 一鸣老师喔 操作上面有个习惯喔 我很喜欢操作那种低阶的股票 我很喜欢操作那个落转强的股票 3081联雅是这样子嘛 这个叫低阶啦 3691的朔和啊 也是这样子 刚刚跟你讲的8044的网加也是这样子 我会去追吗 我不会去追 我绝对不会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我都希望投资人你能够买在相对的低点 不管是网加也好 不管是太阳人的朔和也好 啊 3081的联雅 涨很多吗 从那边涨60%而已啦 不多啦 你以长期而言嘛 这边跌的时候也是一样 从600块钱啦 跌到200块钱啦 也没有人相信啦 老师那股价喔 剩下三分之一啦 啊这边涨60%那你就怕了 你会怕不怕啦 低档区啦 这个现在很多的股价都在低档区啦 你不用怕 你不用自己吓自己 你当然去买那些高档区的股票 你当然会自己吓自己嘛 你会认为说老师啊 啊现在万点了 啊 万点了 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的股票都在低档区 啊 3081的联雅 3691的朔和 8044的王家 这些股票都是未来喔 他有机会 他有机会 当大盘下跌或是肋骨轮动的时候 他们反而是有机会啊 他们反而是很有机会啦 你看到万点 哦 这种股票你会不会追 这叫万点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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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一万点的股票 你当然不会去追嘛 我现在要告诉你 是低档区的股票 啊 太阳能会不会涨喔 你眼睛喔 看仔细一点 啊 你就慢慢看嘛 太阳能会不会涨 啊 我常常喜欢讲这档股票的 他是领头羊啦 那最近啊 有一篇报道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好了 他跟你讲啊 这个需求开始回温啊 第二季快走完了 现在看到第三季了 啊 你认为这篇报道 有没有参考的价值 啊 他为什么不在低档区跟你讲啊 第三季啊 这个开始回温啊 还没有回温之前 股价先拉到涨平板啊 你没有先布局老师怎么恭喜你啊 創波段新高啊 我在节目里面 常常讲太阳能就讲硕和啦 见证一下吧 之前坏消息 他说他要买库长股 政府又释出来一个利多消息 他说我要降税 多机器的报价 注意啦 破底翻扬啦 油价喔 来 注意啦 今天又出来一篇啊 来 朔和认为需求回温了 来 来 导播 拉近喔 这几个字喔 我们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用看 小字都不用看 看大字啊 今年的营运怎么样 要打脸外资 那你凭什么去打脸 凭什么 我问你嘛 你凭什么 大家都要看喔 大家都要看节目喔 你凭什么去打脸外资 我的看法其实喔 比较乐观啊 我对太阳能第三季啊 至少它是一个转机啊 它是一个转机啊 那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重要资料拿回家 六月之星都是像这种在低档区的股票 六月之星就放在电视机前面 就放在你眼前 好 我先讲喔 没有任何名额的限制 今天只要你打一通电话进来 直接 直接喔 一定拿得到 一定拿得到 把它带回家 把它带回家 好 你现在就可以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啊 可以开始拨打你的电话 我们六月之星等着你来索取 我们明天见 和上市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产生 创意比赛 竟在运通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连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业与公投 积极办法公司 扣事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试习大股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辅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内境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再次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友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 资谷争现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 因为我们是知道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有没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 那就进入路口时 但是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